诗篇十六篇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刚才的经文 提醒我们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 夫神的同在是使人满有喜乐的 最近的世界的时局 社会的现况 经济的形势等等 似乎笼罩了一股 令人很忧虑悲观的气氛 有些人更因为工作 学业家庭 子女或配偶等等的问题 甚至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 父神是没有撇气投靠他的人 但是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风浪就平息 今天你我面对人生的风浪 困境难处问题的时候 也都要坚信主耶稣可以帮助 解决和平息 祝福神是与你我同在的 他必定赐恩典力量给我们 因此 我们要更多的祈祷以靠主 从而个人亲身经历父神的同在 以及那份满足的喜乐 这一刻我们为着神的同在 使你有力量和喜乐 而做一个简短的感恩祈祷 这段经文第二方面提醒我们 父神的帮助是带给人永远的幸福 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 不要受罚 也不要恐惧 因为祂藉着圣灵 将平安赐给我们 这个平安和世人所比的是不同 所以不要愁苦 犯粗 反而要举目仰望神 父神的帮助 永远是超出人所想所求的 这一刻我们都为着 仍未能放下的愁烦恐惧的事 交托神 求主的平安引导你 某人在教会的健康计划里面 他有感动 作出信心迎献一千元 他为这件事交托给神 他赤诚和单纯的相信 神既然将感动给他 神必定会负责 到了快要交付 献堂信心捐的前一个月 这个人参加了某音乐比赛 而且得着冠军 奖金不多 又不少 刚刚好是一千元 正是他按父神在心中感动 要作出健堂奉献的数额 他为这件事作见证 并且感谢神的帮助和息时的供应 父神今天仍然是照顾和供应周长的大能主宰 父神的帮助是带给人永远的幸福 你和我都可以去经历 我们不妨所算主的恩典和帮助 我们要感谢和清重神的作为